Hello,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没错,又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空瓶剂 那我又积攒了一大袋的空瓶,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希望赶紧把这一袋空瓶呢,跟大家分享 不然可能就会被措手丢掉 不露嗦哦,我们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空瓶吧 因为东西比较多,我就随手拿随手说了,好吗 首先第一个拿到的呢,就是我的最爱 The Body Shop的生姜护头皮洗发水 那这款洗发水呢,我已经推荐过N次了,非常好用 如果说你在坐月子,又希望洗头的话,但又不希望掉发呢 这款洗发水可以帮到你,非常赞 哪怕现在呢,我没有生孩子,我也会继续用这款洗发水 我和老公都很爱用,每次洗完呢,都觉得头皮有被彻底清洁干净的感觉 接下来呢,就是一款我不喜欢用的洗发水 它来自海菲斯的这个苹果香味的洗发水 其实刚开始呢,我是冲了它这个苹果香味去的 因为它是青苹果的味道 就这么闻,其实香味也很喜欢 但是呢,使用起来呢,就觉得非常难用 一开始我想说,是不是偏干的头皮不太适合用 那后来有一阵子呢,我的头皮突然间有冒油出来 所以我就又用回它 但是即使是出油的头皮呢,用它也还是不舒服 用完了之后,就是给我一种瑟瑟的感觉 真的很难受,所以这个我绝对不推荐,也不会再回购了 接下来就是宝宝用完的一个沐浴油 那这个沐浴油呢,是给它们接一大盆水 然后滴一些在它们的盆里 让它们可以泡澡的时候使用 秋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两个宝宝的身体都特别干 所以非常需要这种加强滋润的产品 去额外的给它们补充滋润度 这一瓶呢,是我很推荐 我现在已经在用第二瓶了,而且很耐用 用量非常节省,只需要滴几滴进去就可以 并且这个香味呢,我也很喜欢 有一点像蜂蜜加宝宝香味的那个味道 嗯,很好闻 接下来呢,就是了Body Shop的一个Body Butter 那这个是Rasberry的香味 这个应该是一个限量 这个味道很好闻,我自己很喜欢 那它家的Body Butter我也蛮推荐的 滋润度很好,性价比很高 而且它现在的Body Butter呢 都是一推呢,就能被肌肤吸收了 不会在那里要推半天 现在可能买不到这一款了 但它家其他的Body Butter也不错 我最近呢,是很推荐绿茶的那个系列 接下来这位是老朋友咯 是宝宝的面霜 那这个呢,我已经用了N支了吧 不用再介绍 如果说你家的宝宝皮肤很干 或者是有一点湿疹的问题呢 这款面霜非常推荐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头发抗热喷雾 它是来自湿滑扣 这个是我在超市买的 所以它价格没有很贵 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降价的时候我入的 它上面呢,有一个小贴纸 写的是可以保护220度的加热 用它们的感觉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 喷了呢,觉得好像头发会受到保护 那这个我觉得效果一般般 我可能目前不会再回购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胸部的喷雾 那这个呢,是可以帮助紧致胸部的 它是一个日系的,应该是黑龙唐家的吧 我觉得效果没有lush的lovely jobly好 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喷在胸部 再加以按摩 它有一点点黏黏滑滑的感觉 还蛮好按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效果不是我特别满意 嗯,所以这个我可能也不会再回购了 接下来是力士家的一个石榴沐浴液 那它里面呢,是带磨砂颗粒 那个磨砂颗粒呢,就是石榴籽打碎了之后 加在这个沐浴液里面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性价比也蛮高 那香味呢 我自己也觉得挺好闻的 不错不错 接下来就是一个去角质 它来自自身Tapurinus 那这一款去角质膏呢 我觉得非常的鸡肋 因为它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好像是40多牛币吧 但是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开架式的去角质膏好用 它的颗粒非常的稀 抵出来就是透明 然后带一些小颗粒在上面 我觉得去角质去的一点都不干净 那这一款呢 我自己是不推荐 也不会再回购了 是老公用完的这个 Michael Todd Citrus Cream 那这款面霜呢 它是强调可以帮助肌肤 加强紧致 提拉和保湿 这个cream的味道呢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好闻 但是用上脸之后呢 老公说会觉得保湿性很好 因为它里面有透明质酸 透明质酸是加强保湿的 我老公是属于干性肌肤 所以他用这一款呢 就觉得还不错 但是香味呢 可能就不是这么讨好 因为他不喜欢这个香味 所以很可惜 我不会再回购这款面霜了 护手霜呢 是几乎每个空瓶剂都会出现的 那用完的这一支呢 是来自 The Aromathea Picot 加野玫瑰香味的护手霜 这款护手霜呢 我觉得它滋润度其实还不错 但是 非常的难推开 挤在手上呢 就是要推很久 它还会有一个白白的在上面 需要等一等 让它再吸收 所以这个我不会考虑再回购了 那这一支护手霜 我记得是去年生日的时候 在店里面送的 接下来用完的 就是这款雪花秀的弹力面霜 雪花秀家的保养品也好 彩妆品也好 其实我用的都没有很多 但是选的这几款呢 我都觉得很好用 好比这款弹力面霜来说呢 我觉得它滋润度很够 并且用完了之后呢 确实肌肤有水水弹弹的感觉 滋润度也刚刚好 它不会说是那种很厚重的滋润度 所以像我自己是混合性偏干的肌肤呢 在秋冬天来说用这个就刚刚好 很喜欢 并且它的这个香味呢 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耶 它不会很中药味 我觉得它家我目前用到最中药味的 就是那个宫中密造 这一瓶面霜可以用超久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蛮高 推荐 接下来是资深糖抗衰老系列的这款柔肤水 那这款柔肤水呢 它的质地质感是属于那种保湿性很好 有一点点稠稠的 但是很容易的推开 那我通常用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用手 用量也是非常节省 那这个柔肤水 我自己觉得效果还挺好的 在秋冬天用皮肤会觉得很舒服 很保湿 这个是我在买红烟精华的时候 送的一套的这种旅行妆 超大一支 那这个我会考虑购买 接下来就是Caudalie的SOS保湿精华 这款精华液我自己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的保湿性不错 挤出来是那种白色 水乳状的质地 很容易的吸收推开 香味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家就是很植物的那种香味 如果你喜欢植物香味的话呢 它家的保养品我还蛮推荐的 接下来是一个脸部去角质 这款产品呢 是我跟老公都一口同声说好用的 它来自Clarance的 One Step Gentle Exfoliating Cleanser 它呢有一个很舒服清新的橘子香味 很好闻 并且它的磨砂颗粒呢 非常的细致 它是有点像乳霜加上磨砂颗粒的感觉 所以在清洁的时候呢 会觉得保湿 但是去角质也去得相当好 这款去角质产品呢 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 等我把家里的囤货消耗一些呢 我就会入一个正装 那这一支呢 是我当时好像是买的一个套装 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这种蛮大一支的旅行装 真的很划算 而且我觉得效果很好很满意 在这里说个题外话 其实经常呢会有很多品牌出这种小的套装 让你去尝试感受一下这个品牌的产品 那我觉得这些套装呢其实可以考虑入 因为有的时候你入一个正装呢 如果你不喜欢放在那里就很浪费 像买这样子的套装呢 每样产品都可以试一试 你就能知道哪一些产品呢 是你自己喜欢会考虑买正装的 那哪一些呢就可以直接删除掉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些套装出现的话呢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秋天呢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 所以我觉得用这款面霜呢刚刚好 那这款面霜呢 它的植物味挺重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植物味的同学呢 这款面霜可以直接飘过了 如果你不介意植物香味 另外又再寻找一款抗氧化效果好的面霜呢 这款不妨考虑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SK2的神仙水 那这款神仙水呢 其实也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地球人应该都知道它 神仙水是我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爱用的 那我再重复一下 夏天呢我最喜欢用三款水 第一款呢就是SK2的神仙水 第二款呢就是血基金的血水 第三款呢就是Albano的健康水 这三款水是我每逢到了夏天 都会选其中的一款使用的 那在上一个夏天呢 我就选择了SK2的神仙水 我买的是215ml的 每次用完它呢 我都觉得肌肤有被清洁的很干净那种感觉 很清新清爽 并且呢不会容易长痘痘 所以夏天我很爱用这个水 唯独我不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味道 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 但是介于它的效果不错 很适合我的皮肤呢 我也会继续使用它的 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欧书丹的宝宝沐浴液 那这款沐浴液呢 我自己觉得很一般 不值那个价钱 我目前给两个宝宝在用的是Birds Bees家的宝宝沐浴液 那款用起来呢 其实会比这一款要好 这款用起来感觉有点太清爽了 我们家两个宝宝呢皮肤都是很干的 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它们使用 那这个就不会考虑再回购了 接下来是Paul and Jo家的眼唇卸妆液 其实当初呢就是冲了它这个美貌的瓶子去的 很重 因为它是玻璃瓶 这个眼唇卸妆液我觉得效果还好吧 就不会说特别惊人 但是也不会说很难用 介于这个瓶子很重的关系呢 我可能不会考虑再回购这款眼唇卸妆液了 而且性价比呢 可能还没有一些开价式的眼唇卸妆液性价比高 所以这个呢就不会考虑再回购了 接下来用完的这个呢 是来自娇兰的Flower Cleansing Cream 这款洁面膏呢 我觉得香味还挺不错 它家的保养品其实我自己不太爱用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香 那目前我发现它们家兰花那个系列的面霜还挺感冒的 用起来很舒服 香味呢也是那种清清淡淡的 跟它家大部分的保养品都不太一样 它们家大部分的保养品呢都是偏滋润 然后香味会很重的那一种 这个呢我觉得还好有很多其他的代替品可以代替它的 所以这个我也不会考虑再回购的 接下来就是两款精华液 其中第一款呢是来自Elemental Herbology的美白精华液 这款美白精华液超级无敌难用 是的非常难用 香味非常不喜欢 太植物的香味 质地质感是白色的乳液状 但是推开了之后呢非常黏 我曾经是想把它放在秋天的乳涕里面使用的 但是用了第一次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回到抽屉里了 因为完全不适合 很黏很滋润 因此呢在冬天我就又把它拿出来使用 终于用完了 绝对绝对不会再回购的一款精华液 也非常不推荐给你们哦 第二款精华液呢是来自SK2的小灯泡 这款精华液 那它的美白效果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会给肌肤很明亮的感觉 这款精华液是我在夏天过完了之后 秋天会用的比较多 那冬天就用剩下一期 我觉得肌肤有一个很漂亮的明亮感 不会说变得很白 但是明显能看到那个明亮感出来 所以这款精华液呢 我用下来使用感还觉得挺好的 它挤出来也是白色的乳液状 但是非常容易推开 香味我也觉得很OK 吸收力也很好 效果呢我自己也挺满意的 所以这款美白精华液呢 我会考虑回购 接下来就是两个小样 其中第一个是来自Clarence的眼霜 这款眼霜也是在一个礼包里面 它蛮大一支 有10ml这么多 所以我也用了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的滋润保湿度还不错 不会是很滋润的那一种 而且它的质感质地呢 我也挺喜欢 很容易的推开 那之前我是把这款眼霜放在日间使用的 我日间和夜间的眼霜是分开的 夜间眼霜的滋润度会稍微再重一点点 那日间的眼霜质地呢 会稍微清爽一点 主要加强保湿 辅助的滋润 这款眼霜我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会考虑会够 最后一款小样呢 是来自Chanel保湿系列的乳霜 那这款乳霜呢 质地质感是很清爽 所以混合性偏油 或者是混合性的肌肤都可以使用 我自己用下来的感受呢 就是不好也不坏 不觉得它不保湿 但是也不觉得它很保湿 所以这个我就不会考虑购买正妆了 接下来有两把化妆刷呢 是我要淘汰掉的 首先第一把呢 是来自子村秀家山羊毛系列的蜜粉刷 这把蜜粉刷其实不便宜 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用 毛质也很柔软 但是洗过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觉得它越用呢 就越散那个毛 而且抓粉抓得不是特别好 另外呢 洗过几次之后 就觉得有几根毛是那种刺刺的感觉 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把蜜粉刷是不是到寿命了 用了大概有好多年了 我都忘记几年了 它曾经也陪我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但是我觉得它需要退休了 就是它的毛啊也变形了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很不舍得 但是因为也不太好用了 所以打算把它淘汰掉 另外一把需要淘汰的刷子呢 是来自NARS的26号刷 这把刷子呢 同样我也是觉得这个毛呢 不是特别的舒服 而且很少用到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幸运呢 拿到这把刷子呢 我就觉得它做的不是特别好 毛也很少 还没有足以把刷子毛多 所以刷起来呢并不是特别好 这把刷子呢也是我要淘汰掉 接下来两个彩妆品呢 第一个就是Lunasol的这一支鲜长睫毛膏 那这支睫毛膏我自己用下来觉得还不错 很浓黑 并且可以刷得它蛮鲜长 所以还蛮喜欢 另外这个睫毛膏的刷头呢 就是非常细 所以它能够把这个睫毛刷得很鲜长 而且也很容易够到睫毛 接下来要淘汰的就是植村秀家的睫毛夹 它家的睫毛夹呢一如既往 我觉得很好用 一定会考虑再回购的 那这一支呢是因为用了时间长了 我觉得它有点老化了 需要重新换一个新的睫毛夹使用了 接下来就是几个蜡烛的空瓶 因为要搬家了 所以这些瓶子呢 我也不可能把它们再洗干净放在家里面 做其他的用途 都需要放到回收桶里面回收掉了 其中第一个就是Lora Mercy的 Crambley蜡烛 那这个蜡烛呢 香味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有点太甜了 我自己呢是不太喜欢太甜的香味 这个蜡烛呢就是我会放在厅里面 因为厅够大 所以点开的话 不会说那个香味太聚集 会比较散一点 像这样的蜡烛呢 我绝对不会放在房间 或者是放在浴室里面点 因为这个味道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它家蜡烛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烧得蛮干净 好的蜡烛呢 通常都会烧成这个样子 就会一起这么下去 但是不好的蜡烛呢 就会烧成一个洞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蜡在上面 另外呢就是提点一下 大家在点的时候呢 最起码都要点一个小时以上 再把它吹灭 这样子可以让蜡呢 烧得比较平均 不会以后烧成一个洞 那这个蜡烛呢 我想我不会再考虑回购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烧得不干净的蜡烛 就会烧成这个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不好的蜡呢 它就会烧得不干净 即使你点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呢 它也还是会烧成一个洞 像这个呢 就没有办法再重新用了 可以按照我之前的DIY呢 把这些蜡再重新取出来 当香薰这么点 如果还没有看过我DIY清洁蜡烛瓶 和制作香薰蜡呢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那支视频哦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很喜欢在家点蜡烛的话 最后一个呢 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品牌的蜡烛 这个牌子我不是很会念 之前也有在蜡烛的collection里面 跟你们分享过 那这个味道呢 我也是觉得有一点甜的 会比Laura Mercy的那个要好一点 但是也是偏甜的一个香味 这个也不会考虑再回购了 好了 这一些呢 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空评咯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 如果你喜欢看空评记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作为支持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吧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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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